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王突然病了 他的亲朋好友来探望他 可这些人一来便向老王问这问那 没完没了 完全忘了老王是个病人 临走时 这些人又问老王 您还有什么事要我们做吗 请您说出来吧 老王听了 立刻回答道 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请你们今后探望病人的时候 千万要少说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他发明电灯的过程中 共经历了一千九百九十九次失败 有人问他 你是否还打算尝试第两千次失败 爱迪生回答道 那不叫失败 我只是发现了哪些方法做不出电灯来 失败只是过程 而非结果 在成长过程中 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一样可贵 人声明镜与点栏目 一切关心 人声明镜与点栏目 一切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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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万一 在里面 这地方 一切关心 一切关心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3.两分钟 结束前十秒时有提示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起了宠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养宠物呢? 现代人养宠物大致有几种心态 有的是为了看家增强安全感 有的是为了养宠物赚钱 还有的就是为了赶时髦 但更多的人养宠物是为了消除孤独 这其中既有老人也有家境不错的家庭主妇 因为他们经常会产生空虚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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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为10分钟 准备时间结束前1分钟时 有提示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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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